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明朝宣德三年 公元1428年 二月的一天 天色已晚 杨士奇 杨荣 简易 张甫 夏元吉 五位内阁大臣接到密旨 让他们火速去宫中议事 五人都以为出了大事 于是风风火火赶到宫中 等到了西角门 明宣宗朱瞻基 早已在等着他们 见五人已到 朱瞻基直奔主题 问 朕活了三十岁还有儿子 如今孙贵妃为朕生了一子 母已子贵 朕想废了胡皇后 立孙贵妃为后 你们说我怎么做更合适 此语一出 众人愕然 杨荣认为 废后可以 但胡皇后被废以后 如何安置比较麻烦 简易说 不如效仿宋仁宗 当年宋仁废了郭皇后 让郭皇后入道修行 策封为靖妃 杨士奇越听越不像话 她大声说 皇后万不可废 胡皇后在宫中没有大错 若贸然废后 必然会引起群臣反对 当年宋仁废郭皇后 范仲淹 孔道府率领御史台十余人极力劝阻 最终范仲淹等人被贬 百年之后 范仲淹 孔道府等人被史册赞誉 这足以证明 宋仁宗是错的 杨士奇这番话说完 朱瞻基的脸色明显不好了 她让大家回去再商量下 朱瞻基走后 杨荣对杨士奇说 尚有至久矣 非臣下所能指 出自明史记事本末 卷二十八 意思是 皇上早就想废掉皇后了 这件事不是我们能阻止的 事实证明 三阳中 还是杨荣最了解朱瞻基 一个月后 胡皇后 还是被废了 大明朝第一位被废的皇后诞生了 这位被废的胡皇后 名叫胡善祥 她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原配 可惜 当皇帝不爱了 再说 其他的已无意义 本集将通过史料 为大家分享 这位大明朝第一位废后胡善祥 一 张皇后清选 永乐帝清定 要说徐善祥 还要从她的丈夫明宣宗朱瞻基说起 明宣宗朱瞻基是朱高赤之子 朱棣之孙 他出生的时候 朱棣恰好梦到朱元璋送给自己一个祭祀用的大规 并让朱棣传给子孙 所以 朱瞻基一经降生 便得到了朱棣的喜爱 朱瞻基自幼聪慧 朱棣本不喜欢长子朱高赤 但因为朱瞻基的原因 也慢慢接受了朱高赤的地位 永乐二年 朱高赤被立为太子 永乐九年 朱瞻基被朱棣正式册封为皇太孙 这一年 朱瞻基才十三岁 也就是这一年 朱瞻基遇到了他爱的女子 孙氏 对 你没看错 是孙氏 不是胡善祥 孙氏 即后来的孙贵妃 她的父亲名叫孙忠 曾经担任河南永城县主部 而当时的太子妃张氏 朱高赤之妻 来自永城 两家有救 因为这个关系 孙氏十岁左右 就被送到宫廷 在张氏身边 视为官女子 这里需要说一下 因为明朝初年 很多官宦人家 都争相 把女儿送到宫中 例如 朱棣的妻子徐氏 虽然是徐达之女 但从十岁左右 就被送到马皇后身边 教养 所以 孙氏来到太子妃身边 也是这个情况 明史后妃传中说 孙氏又有美色 皇太孙朱瞻基 来看望母亲张氏的时候 不免会遇上孙氏 一来二去 二人便有了情愫 永了十五年 朱棣认为 皇太孙已经十九岁了 应该为朱瞻基选妃 由于当时朱棣之妻徐皇后 已经去世多年 朱棣就让儿媳张氏主持此事 张氏经过几番临选 最终确定了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孙氏 另一个是光露四亲 胡荣之女胡氏 胡氏 归于名善祥 当年只有十五岁 她性格温婉 举止雍容 和孙氏相比 少了几分美艳 却多了几分气度 实在 胡氏天性真一 举止庄重 无媚顺之态 言下之意 和胡善祥相比 孙氏虽然漂亮 但或许有媚顺之态 于是 张氏经过慎重考虑 觉得胡善祥 更适合做皇太孙的正妃 张氏将自己的看法 告诉了朱棣 巧合的是 当时台官向朱棣上奏 说后心直如也 意思是 观心相 皇太孙妃 应该是山东人 而胡善祥的父亲胡荣 正好是山东锦宁人 与心相合 朱棣于是下旨 清封胡氏为皇太孙妃 而孙氏 只被封为皇太孙平 这样的结果 让朱棣基非常遗憾 但他自幼在朱棣面前乖顺 而经事情已成定局 他也只能接受 胡善祥被选为皇太孙妃 胡家人自然喜气洋洋 胡善祥本人也准备好了 嫁入宫中 然而 胡善祥不知道的是 自他踏入皇宫的那一刻起 已经注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因为 在爱情的世界里 父母之命 终究不如青梅竹马 二 从皇太孙妃到皇后 连生两极 胡善祥入宫后 狠得婆婆张氏的喜欢 由于永乐后期 后宫吴皇后主持 太子妃张氏便是后宫第一人 遇到重大场合 张氏有时候故意将皇太孙妃胡氏推到前方 让胡氏主持大局 王公大臣的女眷接赞胡氏真贤公圣 当时 外有朱棣和朱高赤的教会 内有张氏的告诫 皇太孙朱瞻基在表面上 对妻子胡善祥还算不错 胡善祥入宫时 虽然年龄不大 但他在第三年便身怀六甲 次年 胡善祥生下朱瞻基的第一个孩子 是个女儿 这便是朱瞻基的长女 顺德公主 封建社会重男轻女 皇家由慎 好在到了永乐二十年 他再次诊断出喜脉 太子妃张氏 安排人非常细心的赵儿媳顾胡善祥 只盼望长孙的出生 当时 名称祖朱棣正在北征 朱高赤还特地派人将儿媳胡适怀孕的消息 告知朱棣 毫无疑问 不管是朱棣 朱高赤还是朱瞻基 张氏 都希望胡善祥能够生下男孩 胡善祥自己也日夜祷告 希望天降灵 然而 事与愿违 待他临盆生产 又生了一位公主 永亲公主 从永乐十八年到永乐二十年 胡善祥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俗话说 三年爆俩 本是好事 若不是 他生的都是公主 胡善祥必将在后宫站稳脚跟 事实上 虽然有遗憾 但胡善祥在后宫中还是有底气的 因为和他一同入宫的孙氏 这五年来 虽然更受朱瞻基喜爱 但他的肚子 却一直没有动静 接下来 大明朝的宫廷迎来了风起云涌的时刻 先是永乐二十二年 公元一千四百二十四年 七月 御驾清征的明成祖朱弟 在班师回朝的路上 并是于草原之上 是年八月十五 皇太子朱高赤登基 是为名人宗 朱高赤登基后 册封妻子张氏为皇后 立朱瞻基为皇太子 胡善祥跟着水掌船高 成为了皇太子妃 胡善祥的皇太子妃生涯是短暂的 因为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洪夕元年六月 再为仅十个月的明元宗朱高赤 促然驾崩 宫廷内一片混乱 当时 朱瞻基正在南京拜叶明孝陵 也就是说 皇帝死了 而太子却不在京城 当时 汉王朱高旭 对皇位虎视眈眈 若朱高旭突然叛乱 或者在半路截杀太子 那后果不堪设想 那段时间 皇后张氏 整日在前朝和张府 杨世奇等人应对朝局 而太子妃胡善祥 则负责后宫事务 后宫在胡善祥的主持下 秩序恢复 一片井然 待朱瞻基被接到京城 张氏和胡善祥 都松了一口气 看到后宫祥和亲太 张氏对儿媳妇的表现非常满意 6月26日 朱瞻基正式登基 尊母亲张氏为皇太后 册封妻子胡氏为皇后 此时 和朱瞻基青梅竹满的孙氏 已生下一位女儿 朱瞻基册封孙氏为贵妃 从皇太孙妃到皇后 胡善祥在一年之内连升两极 纵观中国历史实属罕见 当胡善祥拿到金色的皇后宝册时 他正式成为后宫的主人 但胡善祥明白 朱瞻基心中是有遗憾的 因为他西夏五子 大明朝的皇太子虚伪 3 最强内阁 合伙算计一个妇人 朱瞻基册封后妃的时候 有一个差距 根据明史后妃传记载 皇后金宝金册 贵妃以下 有册无宝 妃有宠 宣得元年五月 帝请于太后 至今宝赐焉 贵妃有宝自此使 意思是说 在明宣宗朱瞻基之前 皇后才有被册封的金宝和金册 而贵妃及以下的嫔妃 只有金册 没有金宝 但因为朱瞻基宠爱贵妃孙氏 他特地请示皇太后 给孙贵妃也赐了金宝 从此之后 历朝贵妃也有了金宝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朱瞻基册封胡善祥 可能是因为爱情 也可能是因为礼法 但朱瞻基册封孙氏 绝对是因为爱情 根据史料记载 宣得监 海内燕安 车架颇事由幸 后美成见闺俸 无媚顺态 居长服侍是从淡如也 即 宣得年间 天下太平 朱瞻基喜欢乘车出游 胡善祥每每规劝朱瞻基 而且态度严肃 胡皇后平时性格淡薄 吃穿用度 也都非常朴素 从心理学上来说 明轩宗朱瞻基 虽然早就被立为皇位继承人 但不管他做皇太孙还是皇太子 他都要受到来自爷爷或父亲的压制 有过这种经历的人 一旦大权在握 最烦被人管束 而胡善祥 恰恰是那种喜欢劝诫丈夫 让丈夫努力上进的妻子 这便是他被废的导火索 试想一下 朱瞻基后宫中的两位女子 一位是喜欢在他身边态度严肃地唠叨个不停 劝他勤政爱民的皇后 一个是在他身边摆衣摆顺 有媚顺态的贵妃 差距便出来了 明朝宣得二年二月底 朱瞻基和妻子胡皇后 接到了同一条消息 孙贵妃怀孕了 收到消息的朱瞻基非常高兴 他希望他心爱的女子 能为他生下长子 而胡皇后却面无表情 他命令宫女给孙贵妃送去补品 亲自去看望了孙贵妃 并亲自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太后 十一月 孙贵妃生下一子 朱瞻基大喜 为儿子取名朱祁镇 不仅如此 朱瞻基生子还祭告太妙 告诉天地祖宗 直接有了长子 这个时候 朱瞻基看孙贵妃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仿佛 孙贵妃才是那个 注定要和他生同亲 死同学的皇后 这个时候 他已经在酝酿 将孙贵妃扶正 其实 朱瞻基早年和孙贵妃相互倾慕 再加上孙贵妃媚顺 因此 他早有将她立为正妃的打算 只是 若想立孙贵妃为正室 朱瞻基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 朱瞻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没有朱弟 朱高赤的管束 第二 孙氏必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比如 他生了长子 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个说法 之前 朱瞻基做皇太孙 皇太子的时候 第一个条件明显不成熟 他登基后 第一个条件具备了 但胡皇后和孙贵妃都没有生儿子 所以 第二个条件还不具备 终于 现在孙贵妃生下朱祁镇 朱瞻基不能等了 他要立孙贵妃为皇后 于是 朱瞻基思来想去 终于在第二年的二月 决定废后 他最先把自己的想法 禀报给了他的母亲张太后 张太后自然反对 可朱瞻基坚持如此 张太后最终说 你去征求内阁的意见吧 朱瞻基 召来了他最信任的五位内阁大臣 商议废后的事情 这便是本季开篇的那一幕 杨士奇是内阁首府 他思考问题 一向比较全面 他一听 就觉得废后这是不靠谱 且不说大明朝还没有废后的先例 而且胡皇后本没有大错 只要皇帝有儿子 皇后照样是嫡母 不一定非要废后 可是 杨荣和简易则认为 朱瞻基已经铁了心要废后了 我们与其 劝他收回成命 不如帮他想一下 以什么名义废后 胡皇后被废之后 怎么安排比较好 杨士奇又劝了很久 但朱瞻基已经铁了心不听劝 最终 大家妥协 并且给朱瞻基出了个主意 让胡皇后自己宣告天下 说自己身体不好 不能主持中宫 愿意辞去皇后之位 在明史上 任宣时代的内阁大臣 尤其是三阳被后世誉为最强内阁 正是因为有他们同心协力治国 明朝才会有人宣之治 然而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若这样的最强内阁同心协力 去算计一个后宫妇人 这位妇人能有半分胜算 内阁大臣们商量了几天 胡善祥多少听到了风声 在得知朱瞻基的意思后 他没有反抗 主动上表辞去了皇后之位 明史 后妃传云 三年春 帝令后上表辞位 乃退居长安宫 赐号禁辞先师 而策贵妃为后 胡善祥辞去后位之后 将中宫让了出来 自己搬到了长安宫修行 朱瞻基赐胡皇后为禁辞先师 孙贵妃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里说 这没有办法 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 就觉得这女人是她的生命 她的太阳 除过这个女人 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黯然失色了 很明显 胡皇后就是那个黯然失色了的女子 死 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 胡皇后被废 明轩宗朱瞻基 对外是这么说的 皇后胡适 自离多吉 不能功成寄养 宠已无子 故怀迁退 上表请监 朕念夫妇之意 拒之不从 而肯辞再三 一家权妾 已从所至 旧间别宫 其称号 符拾 侍从西如旧 意思是 胡皇后因为体弱多病 又不能生儿子 因此上表请辞后卫 朕念及夫妻情义 本不同意 但是她再三请辞 我才同意 允许她搬出中宫 其他称号 服侍 侍从规格都不变 朱瞻基这话说的冠冕堂皇 在天下百姓心目中 她仍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 胡善祥被废 孙皇后上尉 大明朝诞生了第一位废后 被废后的胡善祥 郁郁寡欢 被册立为新皇后的孙氏 春风得意 整个后宫之中 除了她的两个女儿外 只有一个人对胡善祥比较怜爱 此人便是张太后 明史 后妃传记载 张太后闽后贤 常召居清明宫 内庭朝宴 闽居孙后上 孙后常样样 意思是 张太后怜悯胡善祥 经常召她到清明宫 张太后居所 说话 如果后宫有大宴 张太后仍让胡善祥 坐在孙皇后的上手 孙皇后因此不高兴 在此后的十余年 张太后对胡善祥 都非常照顾 在后宫之中 胡善祥虽然不是皇后了 但在张太后的照顾下 并没有人敢轻瞒她 宣德十年正月 明宣宗朱瞻基病重 临终前 传位于太子朱祁镇 并希望张太后和三杨 张福 胡盈 辅佐朱祁镇 朱瞻基驾崩后 胡善祥作为曾经的结发妻子 只是以普通嫔妃的身份 在远处哭丧 没有被允许靠近 明英宗朱祁镇 当年九岁 她登基后 改元正统 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 尊母亲孙氏为皇太后 当时 明朝内有太皇太后张氏 外有三杨 因此正统初年 大明朝延续了人宣之志的繁荣 到了正统七年 太皇太后为朱祁镇 娶了孙媳妇前侍后 心愿已了 随后去世 临终前 张氏还不忘吩咐明英宗和前氏 要善待胡善祥 然而 这么多年 太皇太后张氏 已经成了胡善祥内心的最后依靠 如今依靠没了 胡善祥的内心也崩塌了 此年 正统八年 公元一千四百四十三年 十一月 胡善祥病逝 年仅四十二岁 明英宗下旨 以平御礼 将胡善祥葬于金山 未能葬于明宣宗林寝 得之我姓 失之我命 对于胡善祥来说 在封建时代 他能成为大明朝第五位皇后 是他的姓女 但是 从踏入皇宫的那一刻起 就已注定了悲剧的诞生 小编认为 明宣宗之所以坚持要废胡善祥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 明宣宗更喜欢孙贵妃 而孙贵妃 则为明宣宗生下了长子 第二是 胡善祥自幼受儒家教育 他想做一个劝诫丈夫的好妻子 可惜 朱瞻基当了十四年皇太孙 又当了一年皇太子 他受够了被人管束 这两个原因的加持 促成了宣宗废后的决心 从某种程度上说 第二点原因 恐怕还占主要部分 胡善祥虽然死了 但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明朝天顺时期 明宁宗朱祐震二次登基 朱祐震的结发妻子 前皇后 曾在南宫中陪伴她度过人生中最难熬的七年 因此 朱祐震对前皇后非常尊重 前皇后心地善良 对后宫女子更是怜悯 前皇后曾见过胡善祥 很同情胡善祥的遭遇 她曾劝朱祐震恢复胡善祥的皇后称号 但是 当时朱祐震的母亲孙太后 也就是当年孙贵妃仍然在后宫中独揽大权 朱祐震不好重提胡善祥之事 到了天顺六年 孙太后去世 前皇后再次劝明英宗为胡善祥附委 此年 明英宗最终下旨 恢复胡善祥的皇后称号 改葬在朱瞻基临寝之内 这意味着 时隔三十五年 胡善祥又回归后卫 生前虽然孤寂 但死后有所归宿了 张爱玲有一句话 让人印象深刻 所有的女人 终有栖息之地 不是他人 唯有自己 小编认为 男人都应该尊重女性 而所有的女性 都应该有 创造独立栖息之地的权利和能力 在当代社会 这个也不是很难实现 但是 在封建的大明王朝 在森森公墙之内 哪有胡善祥的七夕之地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